1088,我們先回答這題 Mandy來的,她想問神華 她說走勢不斷向上,沒有貨在手的 現在買可不可以,有沒有機會上30元? 有機會,我自己看一向都是看30元的 她的股值上我覺得還是很便宜 但問題你又要想想下,下個月隨正了 十幾厘會很適合 扣起來還要上30元,沒那麼好處的 但問題你也說,你這些位置走去出手 升了很多 現在短線Risk Off 市場可能有些強勢股 好像2343的道理那樣 就開始有些獲利回吐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看今天整支陰陽足 如果出了這些陰陽足的話 穿頭破腳,你這些位置走去追 落到25-24元,24-25元這些位置 沒問題的,股價很強勢 沒問題的,但問題是你告追 那你就要捱了 所以問題,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買一些很強勢的股份 例如2343,1088這些 我們覺得你用一個分注吸納的策略會比較好 一場門檻又不像比亞迪那些那麼離地 那你就一瘦一瘦慢慢去收集 但是你說如果短線計的話 你要想一下我們就是哪些位置止洩 那個止洩位一旦真的剔止洩,你要輸得起 那如果你這一刻神話 我覺得那個止洩位23元 就是如果你看圖上面23元都穿了 10天、20天、50天的常用平均二動線都穿了 整個環行區間過去兩個月都穿賣 你不能不投降的,因為你知道你是告罪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不期望這些位置穿 那你問我所謂什麼價位賣了 確實24元以下這位置才買會比較好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碰到 所以就採取一個分注吸納的形式 可能在最後的平均成本都是24個多左右 那就可以了 但是你說暫時來說 我覺得中國神話 今天出資穿頭破腳又要小心點 但是當然還沒收市 如果你說收市的跌幅 收窄一點,跌0.幾% 那個圖又帥氣了 到時候我就嘗試搭上風車去出去 好啊 好啊